It is time for another huge show 如果你住在中国 你可能没听过SHIN 但是放眼全球 SHIN是当下最热门的电商 它以超低廉价格和多样款式 成功捕获了年轻人的心 截至4月 SHIN的市场固执 1000亿美元 大于Zara和H&M的总和 它是世界上价值第三的初创公司 仅次于字节跳动和SpaceX 美国是SHIN最大的市场 它占据美国快市商市场的28%的份额 但同时抵制SHIN的人也有很多 最近一个卧底拍摄的纪录片 更是揭露了SHIN中国工厂的秘密 SHIN到底为什么让人又爱又恨呢 要是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那就记得转发评论点赞 关注和打开通知 这样就可以看到 更多我们PlusOne 精彩的内容 耶 强大的算法和生产力 Zara和H&M引领了快销品时尚 ASOS和Boohoo这类品牌 开启了超快销时尚 而SHIN则更快 被称为实时时尚 SHIN使用强大的算法 来收集和预测流行趋势 传统快销时尚品牌 需要一个月来设计和生产 而SHIN只需要一周 据报道 有6000个广州工厂为SHIN供货 超多样的选择 SHIN每天能更新 多至1万种新品 远远超过其他品牌 特拉华大学教授生路发现 一年内GAP上新了1.2万种商品 H&M2.5万种 而SHIN呢 130万种 网红明星带火 SHIN的成功与他擅长利用TikTok离不开关系 通过定位广告和赞助网红 SHIN保证了他在年轻一代中的认知度 打开摄像媒体 你能刷到无数SHIN开箱视频 可以想象 100万观看量 背后是无数的订单 I spent 800$ at SHIN 1,000$ SHIN order SHIN还跟KatyPerry Lunas X 等大牌明星做过合作 KatyPerry穿着这件孕妇裙 SHIN上卖18美元 人人都买得起的价格 Fashion时尚是会让人上映的 尤其是廉价的时尚 12美元的外套 5美元的上衣 1美元的首饰 先让Amazon都显得昂贵了 The New York Times做了这张图 来展示100美元在新商 可以买到的14件衣物 一位叫Anne Taylor的网络博主 晒了他花不到40美元 在新买的婚纱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People deserve to have nice things and not pay that kind of money 这大概代表了很多消费者的心声 是身材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SHIN提供大麻女装 使用大麻模特 专门设立了服装线SHIN Curve 在这个提倡身体自爱的时代 这些做法给SHIN带来了更多的粉丝 SHIN成为了美国Gen Zers 最喜爱的品牌之一 但他的口碑并不一致 SHIN是Gen Z消费者 和其他年龄段消费者 喜爱程度差别最大的服装品牌 这是为什么呢 产品设计丑闻 SHIN曾经因为搞笑的印字T恤出圈 你懂的就是印着莫名其妙英文的提示 Aufur Spitsy What 太 popular 但真正给SHIN带来麻烦的 是把印有卖家清真寺的穆斯林祷告坛 当作流苏希腊地毯来卖 出售纳粹十字符号项链 以及其他文化挪用 或tone depth的设计 这些事件后 SHIN发了道歉声明 抄袭风波 SHIN多次被指责 抄袭其他设计师的作品 尤其是小众的独立设计师 SHIN stole my Cincelaria designs to a T SHIN has stolen my design and they are profiting off my work and creativity 质量堪忧 有实验调查发现 新的部分服装含有 严重超标的化学物质 比如签 还有很多消费者表示 新的衣服 一分钱一分货 They're just like they're so thin They don't have any plush or stretch to them They're just Oh my Go Oh Oh No No way It's gone We have to go Toss it 过度消费和环境污染 快时尚一直因为不环保被诟病 大批量的制造 飞速的更新换代 对过度消费的鼓励 都是快销品牌的缺点 而SHIN创造的超超超快时尚的商业模式 和巨大的市场份额 让它成为重要批评对象 在非洲一些地区 二手服装垃圾长衫 绝大部分都来自包括SHIN 这样的快时尚品牌 SHIN最新推出的二手平台 也被人批评是Greenwashing 压榨劳动力 去年一个叫Public Guide组织 采访了三名SHIN的员工 发现他们一个月只休息一天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这违反了中国劳动法 最近英国媒体Channel 4 又揭露了沃迪员工 在SHIN的拍摄调查 他们发现SHIN的工厂工人 每月赚4000元 每天要做500件衣服 时长一天工作18个小时 有些员工忙到 只能在午休时间洗头 这又引发了心理沦腥的批评 SHIN在美国的销售额仍然在增长 虽然速度有所变慢 SHIN计划明年在加州建设SHIN的配送中心 加快配送时间 美国人对SHIN又爱又恨的矛盾 似乎反射了年轻人对快时尚割裂的态度 一些人享受快时尚的低价和方便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品牌是否环保 它的可持续发展性和道德标准 SHIN的商业模式会持续多久 快时尚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 决定权在你我消费者的手中